作词 李宗盛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死 其他都是假的 那好好念佛 就是幸运吃面 偶遇大死 在弥陀金药节上 所说的这一句 这是净土修行的枢纽 最重要的 刚宗 那对于 净土法门 真心 没有丝毫怀疑 难啊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一点怀疑都没有 全心投靠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个念头 那真正发心 求生净土 我这一生 什么都不求 就求这一段事情 那利益众生的事情 利益佛法的事情 随缘 有缘 应当做 不妨碍你修行 做得怎么样 不放在心上 这叫随缘 放在心上 叫叛远 不放在心上 心上没事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了 那那个结果 当然是极乐事情 你心上有佛 佛心上有你 所以 他就感应到教 我们学佛 学了多年 跟佛没感应 别求感应 求感应 永远没感应 有感应都是母 不是佛 那为什么你不如法 什么才能感应 亲近心才能感应 有求的心 心不亲近 被那个求的念头 染污了 那我们有没有求呢 真有求 真有求 这个求不可以放在心上 要把佛号放在心上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不能不懂 那我们的愿 才跟信德相应 那信德 是真空 是真空 是无所有 那 那世上要求 离上 空解 所以 这个心 不能放在心上 那 世上可以有 心上不能有 那 世上 天天念佛 拜佛 连经德相 都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世上 这个要知道 礼上 没有 礼上 就是心上 心上 真有 阿弥陀佛 你去做到了 真正 发 菩提心 菩提心 真发了 但是 不可以放在 阿弥陀佛 里头 我们用的是 妄想 要用 真心 真心 没有念头 阿 真心就是 不齐心 不动念 我看得清楚 真心看 齐心动念 是 妄想做 看了 不是真心 妄想就生烦恼了 阿 顺自己意思的 喜欢得到它 喜欢拥有它 这叫烦恼 这晚上 都在四一遍 离忘掉了 离忘掉 跟大臣不相应了 大臣是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 离铁 这比较难道 慢慢修 阿密 你可不